老板呢 赶紧给我出来 不行你就别干了 明明餐饮小店弄挺好 搞这么低调 就会逼开饭点 我跑复兴中路上溜着一大圈 回来看 还有这么多人 这就是你以为的招牌 谁能看清明 只知道你卖锅贴和牛肉汤 不行 我用下个月滴宝给你做一个吧 明明还有各种面 饭 小馄饨 这眼神多好能看出来 滴宝下来了 一起换 就这小婆店还有二楼 哎哟 老板娘要不止一下 一般人还真找不着 个高的就别往楼上走了 就我180这标准身高 都撞两下头 吃个饭容易吗 我 不过来这欣赏个街景还真挺不错的 比咖啡店甜品店可划算不少 你这牛肉汤行不行啊 看着也挺一般呐 也就牛肉看着还像那么回事 看家满墙满门面 都挂着淮南牛肉汤 上海大锅贴 那我来尝尝什么味吧 我是看出来了 这老板就在兴致 牛肉汤看着不咋地 实则还不错 本来想多了解了解你家信息 大海捞针一样 只有一句有用 还事有若无的 他家开了好多年 多少年算多呀 怎么的 生意太好 没空玩手机 到什么时代了 还不包装包装自己 就只老客户 有那么多吗 这锅贴也是 一点卖相没有 光从外观上来看 就觉得这皮又厚又粘牙 这底十有八九也是不脆的 不行咱换一行干吧 明明挺好的锅贴 汁水也足 外皮也不粘牙 反而还有点微微的脆 底虽然不是那种很脆很脆的底 但也够用 明明挺不错个东西 看你做成那样 不行 别干了吧 下个月滴宝下来 我给你找找关系 去电子厂拧螺丝吧 看看 明明挺好的肉馅 那皮让你整的 不修蝙蝠 别以为你这地段好人流量大 就可以这样 上海喜欢吃锅铁和牛肉汤的人多了 你也要让大家知道都过来尝尝呀 一点不求上进